詞曲 there niet 曲 李宗盛 在 角中一場 没有终点的梦 又能怎样 笑颜从未散场 又怎样 纵然白空尽窗 只能够战胜茶苦 只能去全住迷途 但要走的每一步 不犹豫不怕花 这一个心装 像是默默样 用善良 汉为远作离场 多顿汤 人少跟泪酸 两条鱼芳芒 比去山那是失望梦想 都终将绽放 终将绽放 浓荣 赢了 已经往回走了 赢了 找到哪儿了 十分钟能到吧 来了就到我办公室 人家的这个比对啊 还是很专业的 他哪里专业了 不 确实相似度很高 好 我没看出来 您这就有点不客观了 何律师 你到底是谁的法律顾问 不管是谁的法律顾问 我都得说实话 好 到了再说 半个小时之内不走 就得赶签计票 好了 我们先走了 罗宾马上就到 十分钟 我还在赶飞机 先走了 罗宾非常出色 是我们首席律师 多次获得ALB律师协会 这个大奖 这个大奖是我们法律界的奥斯塔 那你开始为什么推荐何赛做我们的法律顾问 实际顾问 何赛也非常优秀 特罗宾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人 多次被律协 评为最佳法律顾问 他们更有千秋 你父亲是在上班的途中受的伤 所以应该算是工伤 可是他是自己骑摩托车摔的 那也算工伤 但他们说自己摔的不算 你可以查一下 工伤保险条例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遇到的 机动车事故伤害 应该认定为工伤 对了 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在合理时间内 往返于工作地 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职工宿舍等 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遇到的交通事故 应该也要认定为工伤 我记不住 那我回头给你列个单子 如果他们不认 你就起诉 能赢吗 能 那你能帮我起诉吗 要赢了我一定付你钱 不是这个意思 咱们先发个律师函吧 你做得凉了吧 我给你热一下好不好 不用 喂 我已经吃到餐了 马上就到 马上吃多久 两 两分钟 友情提示一下 现在是午饭时间 等一趟电梯 最起码要三分钟起 好了 你怎么了 突然肚子疼了 让你别吃凉的吧 你还好吧 就在十九层 你帮我送一下行吗 全景律所 十九层 全景律所 对对对 全景律 我去个厕所 你拿着纸了吗你 只能够战胜残酷 只能去圈住迷途 太阳走的每一步 不犹豫不怕花 这一对心终 长什么模样 又善良 什么时候有时间 跟百景洪见个面 她是廖佳敏的客户吧 她对佳敏一面 早就不满意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着急 顾律 顾律 喂 你到哪儿了 电梯一层 快点 十九层 谢谢 今天风老大情绪 特别恶劣 哪种恶劣 十年一遇 还是百年一遇 不好意思 你赶紧上来的那种恶劣 咱能下去一个吗 召集上班哪 要不然请您先下去 我 不好意思 我又不是最后一个 她是最后一个 顾全大局吧 要不然大家 谁也上不去 您走 您为什么不顾全大局 做下一趟呢 美女 咱不差这一分钟 两分钟了行吗 我们都有急事 当然差一分钟 如果差一分钟的话 客户可能就会取消订单 真有急事 我们的确有非常要紧的事 所以能不能拜托你 成下一趟 不是 这位先生 谁没有要紧的事啊 请问 那 这是我的名片 请收好 您给我名片什么意思 我知道您是律师 所以您想告诉我说 您的工作很重要 虽然您最后一个上来的 但是您要先上楼是吧 不不不不 我是想说 如果你因此丢了工作 你不可以找我 我找你干吗呀 我可以让你老板 陪你很大有气 如果你做不到呢 我从来不说 自己办不到的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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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知道了 谢谢您 谢谢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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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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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你这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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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们赶时间啊 拜拜 再见 我 我这窗 我 任小年 他就是个无耻之徒 他的品牌策略啊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那就是从其他的品牌 秀场 动漫 电影等等 多渠道 多元化的吸取灵感 而这个吸取灵感 其实就是抄袭 他的设计总部 有三百名设计师 他就让这三百名设计师 到处去吸收灵感 其实就是到处抄袭 他就这样 还居然敢说自己的营销口号是 是 款多 量少 速度快 所以啊 我让罗宾去接手了 你解脱了 不必再和这个无耻之徒大交道了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律所 就不应该接受这种流氓客户 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 来 请进 老大 看看这个 任小年 何绿的客户 现在是你的了 我建议你不要接啊 为什么 接了会死吗 会被恶心死 这么刺激啊 我喜欢 我是 大刘啊 不忙 说 以前在我们律所实习的人多着呢 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 你说吧 任小年 他就是个恶棍 恶棍也有请律师的权利 我告诉你 恶棍会给你什么 会给我们一大笔律师费 对 他是会给你一大笔钱 但是这个钱 是用来收买你灵魂的 本来我没打算借的 但被你说得这么刺激 我准备借了 以前在咱们律所有一个实习生 叫麦菲 你们谁认识 罗律啊 罗律的实习生 现在在龙科当工薪律师 怎么了 谁转的 任小年 任小年现在还是我们的客户 还没跟我们解除代理合同呢 你去找任小年 在他们炒掉我们之前 我们先把他炒掉 我们不能丢了任小年这个客户 为什么 因为他很有钱 有钱 有钱不代表正义 所以才学我们来代表他 你怎么还不去啊 我先请丽娜 帮我约一下任小年 她约不到 任小年今天要去杭州 我知道她的行程 很不幸 已经约到了 航班延误 如果我是你 你最珍贵的财产 就是你能紧紧抓住的东西 我知道这首歌 如果我是你 C零丁要演唱的 由S Bacon和A Roman一起写的歌词 但是我现在没有跟你说音乐 我也没有 我知道这首歌 我最珍贵的财产 我最珍贵的财产 罗宾说成了你最珍贵的财产 没人反对你知道的歌词 我是说罗宾他说错了 他把我最珍贵的财产 说成了你最珍贵的财产 我最珍贵的财产 是我不是你 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罗宾他错了 他把我最珍贵的财产 他说成了你最珍贵的财产 他没再和你说歌词哥们儿 他不尊重我 我是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 我应该被人尊重 罗宾不是你的敌人 他在帮着你收拾烂摊子去吗 我不同意 任小年他本身就是个烂摊子 不是我把他变成烂摊子的 客户为什么来找我们 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又搞不定了 所以来找我们 并付给我们钱 我们如果不能帮他们 收拾个烂摊子 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你是一个优秀的律师 聪明正直 有道德有底线 值得被尊敬 行了 我要是你 我现在什么都不说 安安静静地走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知道任小年的航班 对 我问问他助理啊 那他的助理为什么告诉你呢 因为我是丽娜 是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一个值得人尊重的律师 任小年没有意识到你的价值 那是他的损失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你太在乎别人对你的态度了 不 我不在乎 但是我讨厌别人误解我 尤其是讨厌罗宾他误解我 他总是误解我 他总是先把我描绘成一个可笑的人 然后他开我的玩笑 而他开我的这些玩笑 完全是基于对我的误会 你的外卖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外卖 因为我是丽娜 我知道你是丽娜 我是问你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外卖 喂 喂 您好 您的外卖 您的外卖 碧娜姐 您的快递 对不起啊 来迟了 我刚刚路上发生了一点意外 什么意外 我上电梯的时候 被电梯门夹了一下 这餐就掉到了地上 我就只能回去 重新给您做了一份 耽误了您的时间 实在抱歉 这不叫意外 这叫过失 由于你的过失餐 掉到了地上 我可以给你差评 这是意外 不是过失 您千万别打差评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过失啊 过失是只因疏忽而发生的过错 被电梯门夹到 真的不是因为疏忽 好 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认真地想一想 到底是意外还是过失 意外是指受外来的 非本意的 料想不到的事情 好 被电梯门夹 你赢了 是意外 对 订单也取消 我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 得到一个教训 不要和驴争点 即使争赢了 他也会想办法报分我 我并没有取消订单啊 所以你是想让 那个送外卖的小姑娘 在发现你没有 取消订单的时候 感激替零地跑回来 而且打心底里觉得 你是一个好人 卖了内热 你了解我 不要这样 这是十八世纪 男人引起女人 注意力的方法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 有些东西是永恒的 只有变化是永恒的 那也是永恒的 我可以去和你们 领导解释 我们是机器审评 你能和机器解释吗 你不会说你的公司 除了送餐的事人 其他的都是机器吧 你怎么了 是不是扣你钱了 扣了多少 你告诉我 我现在就赔给你 人家没取消订单哪 没取消 谁能影响她 或者她重视谁的意见 她刚毕自用 不重视任何人的意见 也没有什么亲密关系 现在呢倒是有一个女朋友 对外就是她的秘书 建筑物里 名字叫做莎莎 一会儿你可见到她 不过莎莎 对她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这些年来 莎莎一直想打入她的圈子 可是人想念不让 这就是她们俩目前的分歧 莎莎给她推荐了一名律师 这名律师倒是跟你有点关系 她就是何赛的姐夫 刘英美 仗着自己的岳父 是法学泰斗何嘉一 何赛的姐夫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何赛跟你有关系啊 你们俩整天吵吵闹闹的 跟对老夫老妻似的 好了 挂了 好了 祝阳安晨 您好 您好 刘英美 叫我大刘就好 麦菲 请坐 坐 服务员 请给这位先生 来一杯手中咖啡 这家手中不错的 谢谢 对不起 点单要到柜台点 这儿不能点吗 不好意思啊 我们点单都是要到柜台点的 你们有没有一点服务意识 没关系 我不喝了 请给这位先生 来一杯手中咖啡 手中咖啡请到柜台点 我投诉你们 对不起啊 你去忙吧 我不喝咖啡 你不喝咖啡你喝什么呀 我们律所就在楼上 我知道 是有一些话 我觉得在律所里谈 不太方便 有什么话 你就当面说吧 好的好的 那您先找吴美薇的律师聊一聊 我会跟任总说的 等您信 好 谢谢 刘英美 她可比何赛强多了 已经找到吴美薇的律师是谁 而且她们之前就认识 还挺熟的呢 你也别太相信律师了 特别是刘英美这样的 一天到晚上赶着找你 以为她真的关心我 我在她眼里 不过是块肥肉罢了 可是刘英美有一点说得对 法律顾问是法律顾问 像法律顾问这种律师 打不了官司的 你随便问问他们还行 打官司还是得找 专业的诉讼律师吧 那这样吧 你这么跟刘英美说啊 如果她能帮我 把这件事摆平的话 那公司的法律业务 就交给她 好 我是任总的朋友 任总的家大业大 这些年啊 总有一些人跟她 北京话怎么讲 叫碰瓷儿 说他们公司 抄袭了人家的创意了 侵犯了人家的知识产权了 对不起 刘律师 叫我大刘就好 我买月了事儿 不长话短说 任总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旗下投资了有 二十多家公司 也是这二十几家公司的股东 我们律师这个职业 最大的好处就是 无论官司输赢 律师费都照收 那有的时候输了一场官司 赚得比赢得还多 可是我不知道您说什么呢 一个人一辈子 可能只打一场官司 平常他也不会在法律上有什么需求 所以说无论你帮他打赢了还是打输了 他都不会是你的回头客 但是你像对任总这样的老板 那就不一样了 他常年有法务上的需求 他投资的项目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随便给你一个你就够了 您的意思是说 我的当事人没钱也没名 我要是给他做代理的话 我也赚不到什么钱 就算是打赢了这场官司 那也只是一锤子满满 因为他不会总打官司 那我还不如 无论替他敷衍一下 让他输了这场官司 但是你们会赔偿给我 不会让我白输 我理解对吗 你录音了 对啊 回去转告里的朋友任小林 如果他不想输给我们 还会有更体面地解决办法 承认抄袭 公开道歉 并且下架所有以侵权的作品 向我的当事人佩服五百万 你这是讹诈 就是法院判他 也不可能判这么多的 法院钱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看坏了没有啊 我还真是打不开了 我赔你个心 不过我心脏不太好 动手之前最好相亲 谢谢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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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们这张合照多好看呀 我为什么不能发朋友圈啊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朋友圈这种地方 等一下 你好任总 罗斌 我们见过 当然见过 怎么罗律师 你的航班也延误了 能单独跟您聊两句吗 可以 不收费吧 已经收过了 您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是您的法律顾问 好 请坐 去帮我拿点吃的 您想换律师 我们能理解 但是刘英美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您可以查一下 她过去两年输的官司 是谁告诉你 我要换刘英美的 她要收买的那个人 以前在我那儿实习过 她叫麦菲 以前是我的实习生 但是后来被我 那你为什么把这个实习生 因为她不够优秀 林总 临阵换将 兵家大计 尤其是在您的公司 有并购计划的时候 你是怎么知道 我有并购计划的 当然是分析出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 必须要速战速决 而您 需要最优秀的律师 改一下行程 已经改好了 约一下买飞 看她明天能不能 约过了 她说能 我猜 她是想让你亲自打电话给她 那就直接约她的当事人 我正要约 明天下午两点 是你的幸运时间 为什么不能是上午呢 上午面试会 可以推掉吗 封印主持 那就是可以推掉 如果你只满足于 做一个一般合伙人的话 我知足常乐 可是我不满足于 只做一个一般合伙人的秘书 好 那我加油 继续努力吧 肯定可以讨回公道的 我回头让朋友 帮你写一个律师函 然后你把你爸的工作单位啊 地址啊什么发给我 还有你爸的一些材料 个人信息什么的 行 没问题 我到时候给你列个单子呗 你准备好了给我就行 行 好 拜拜 你有大人就什么事了 就是帮人家发的律师函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添麻烦呀 你还想帮我忙啊 律师函我写 你那么一发就行了 那是要负责任的 我不会跟你惹神的 还不会我惹事 就门口那个 要不是因为你瞧我 你说他特别可怜 没钱打官司 那我才懒得理他呢 行了 行了 没为他心情不好 人想念找了好多水军 天天微博上骂他呢 我就是没钱 我就是有钱 我也找好多水军 上微博上骂他去 他就那迷人 做什么他都觉得是应该的 不但得无偿 免费 还得把所有事情 做到他满意为止 你赶紧跟他说一声 让他换一个律师吧 你让他换谁去啊 他没钱 再说了 哪个律师肯一分钱 不收给他做代理啊 你们律师不都是要钱的吗 对啊 谁给钱替谁说话呗 对啊 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啊 正义是要有成本的 律师打官司是要收费的 行 别说了 林小年的律师 希望和我见个面 谁啊 刘亦美啊 好像不是这个名字 那刚刚谁给你打电话 不知道啊 就有一个女的 问我是不是吴美威 然后说 任小年的律师 希望和我见个面 那你怎么跟他讲的 我就按你说的说的 我说我和我律师商量一下 那他怎么说呀 他说 你有没有告诉我 任小年的律师 想和我见面这个事情 我说没有啊 他就说 你作为我的律师 至少应该告诉我 这个电话的确给我打过 我当时就给拒了 丽娜 百分之一千是丽娜 他在挑拨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在挑拨当事人 对律师的信任 不是 不是 谁是丽娜 罗宾的秘书 这事肯定是罗宾受益的 他们俩经常这么狼狈为敬 见 一定得见 他们什么时候 把刘亦美给换了 犯什么呢 罗宾的名片 他给过一张名片 找到了 在这儿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罗宾这个人啊 我太了解了 他要是主动求见 一般就是 他知道自己不战利 打不赢 他这个人又自负又傲慢 但凡是有点胜算 他也不会浪费时间来见咱们 那咱们就更要见他了 为什么呀 交兵必败 对对对 交兵必败 他要万一给你挖一坑 让你往坑里跳呢 他可擅长挖坑了 那为什么 不是咱们挖一个坑 让他往里头跳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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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麻烦你能帮我干嘛吗 我老婆要生了 我们打不到车 没事 谢谢 谢谢 老马 辛苦你送他们去医院 你迟到了 一会儿已经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五分钟了 那就是没有迟到 我跟你说了 今天的会是老大亲自主持了 那我现在去他办公室 跟他说对不起 他办公室里有人 我还以为你说有鬼 喂 老大 你到哪儿了 正在往您办公室走 要不我一会儿再来 不 我们在等你 你遇到您的一会儿 我会儿的 最后还需要 更多地延伸至群众中群 所以我提议 我们成立一个公益的 调解工作室 我们每个律师 轮流在那儿值班 谁也不许例外 我很忙的 我连找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不 你刚才说了 你什么都赞成啊 是的 我赞成 你去搞公益 我不反对 不 你也要值班 可以 你替我值班 我没意见 是这样啊 你可以上猎聘 找一个助理 不 老大 我有丽娜 丽娜只是你的秘书 他能给你起草律师涵吗 能给你处理法律文件吗 都不能吧 关键是 他能替你值班吗 我们说的是助理 真正的律师助理 要懂法律的 以满足于你的客户 随时需要的法律服务 我是律师 不是应招 我的客户 都是非常懂得 尊重我的工作的 你现在有任小年了 他是你的新客户 他经常半夜给我打电话 我不是你 他不会像对你那样对我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他见人下菜碟 还是你在暗示 我不值得人尊重 你说呢 你觉得你很聪明啊 但是你这副 没有礼貌的样子 特别让人讨厌 礼貌是聪明人想出来的 与蠢人保持距离的 一种策略 刘宾 好的 我错了 何再律师 我郑重地向你道歉 我再不跟你开任何玩笑 时刻对你保持礼貌有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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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是不是闲的 当然不是 我很忙呢 老大 我刚刚接了一个新客户 为了防止这个客户 半夜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要尽快地结束这个案子 如果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他凭什么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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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了 我说句公道话 罗宾他从来没有强迫你 做任何事情 我这不是强迫他 这是他应尽的义务 对吧 参与调节 是律师的社会责任 何塞 是你提倡要成立这个 公益调节工作室 并且让每一个律师 都要轮流职位 好啊 我举双手赞成 我身体力行 但是 这个倡议是你提出来的 你既是倡议者又是执行者 如果有人不配合那怎么办 你就要解决呀 这是你的工作 咱这个不违法吧 真恐撤像头又不是管制刀具 咱不是说好的吗 如果他承认侵权的话 咱们就稳操胜券 如果他敢睁着眼说瞎话不认 直接给他发一块手 群众的眼睛还是学亮的呀 法官得尊重你也 对吧 嗯 好 你别紧张啊 我不紧张 他一会儿来了 肯定先压我一头 目的就是想让你对我产生不信任 记住啊 千万别上当 嗯 你不认识 欢迎光临 这么巧 好帅 你在这儿上班 冤家路窄啊 冤家 我们什么时候解的冤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你们当时把我逼下的电梯 没想到你还这么记仇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我小心眼 接下来我要请你给我来一杯咖啡 咱们得让他承认侵权 你这叫鱼虎谋皮 你以为给他作业比对他有心虚了 那就看谁玩得更好 更专业呗 好久不见 怎么样 挺好的 这应该是你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吧 别紧张 我们只是聊聊 我不紧张 这是我的当事人 吴美威女士 吴小姐 你好 我是罗宾 你好 你好 麦威以前在我那儿实习过 他应该跟你讲过很多在我那儿的趣事吧 陆绿 我们今天在这儿不是叙旧的 是为了解决任小年的公司 侵犯了吴女士的知识产权 小美 法院还没有判 你怎么就能说任小年公司 侵犯了吴小姐的知识产权呢 我觉得吧 现在是他们比较被动 所以罗宾来了 咱们就直接跟他说 如果不承认侵权 其他不用谈了 他拔脚就走了 是我没交好他 我的错 您教我的我都记得呢 您现在使这招 叫先发之人 押人一头 就是想让我的当事人 对我产生不信任 我不会上当的 我没有教过你这招 你肯定记错了 我的记性很好 那你一定应该记得我教过你 法律的功能不是挑起争端 而是制止中断 不是制造分歧 而是阻止分歧 不是混淆是非 而是以公允的态度 准确地措辞 提供确切的事实 咱们上来先问问他 对咱们这个比对的看法 他一定会说 英雄所见略同 大家想一块儿去了 我们的比对您看过吗 看过 您觉得相似吗 英雄所见略同 这就正好掉到 咱们挖的坑里了 他怎么解释 他们给每位发过邮件 不止发过邮件 还打过电话呢 早说你当场出传的 你就跟他说 当时谁谁谁约我见过面 我还去面工室 那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 大家想一块儿了 任小年的秘书 给我打过电话 还约我去过面试 所以说不可能想到一块儿 我就怕到时候 他争点说瞎话 他万一说你 那比对不像呢 那咱们就给他录下来 编程小视频 发到快手上去 让大家平安一下 然后呢 如果公众都认为 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那法官怎么可能会 彩信他说的话呢 吴小姐 善律者不送 其实我今天来 您好 您的咖啡 谢谢 请问 您们有什么要点的吗 不需要 谢谢 打扰了 您刚才想说 您今天来是 我说是 吴小姐 这是一份协议 任小年的人事时尚 希望能够邀请你 成为他们的首席设计师 我们撤诉的前提是 你们得承认清全 我们没有清全 那为什么要主动和解呢 是因为我们不想 跟这么一位 有才华的设计师为比 那您怎么解释 那您怎么解释 人事时尚的产品 和吴小姐的作品 高度相似呢 而且刚才您也承认了 比对结果的确是 高度重合的呀 黑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组 也是高度重合 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但一定不会有人说 黑猩猩跟你是同一物种 吴小姐 我强烈建议你 再咨询一下 其他律师的意见 看看我们给到你的 是不是最好的 行 不好意思 我去趟洗手间啊 请便 对不起啊 你们认识 谁啊 那个咖啡小妹 她是我当事人的闺蜜 我们是朋友 这不违法 这是合法的 当然 我总觉得罗宾 给人感觉挺好的 像你网上的 你就是个华智 这份协议你要是签了 你就吊上去 哪有这么严重 她还夸我 才华出众呢 你要时刻牢记 她是个律师 是任晓年的律师 她接受的是 任晓年的委托 她的职责就是 维护任晓年的利益 即使她明知道任晓年 可能存在种种不端 是这样的吗 可我还是觉得 她是真的欣赏我 毕竟我当首席设计师 亲 那是人家职业素养高好不好 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替人数钱呢 他哪把我卖了 按照这份合同 你是他们的首席设计师 也就是说 你所有的作品 都属于人事时尚 没听懂是吧 也就是说 他们给了你一张空投支票 首席设计师 换走你所有 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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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品 我看刘斌还挺亲切的 动一下给我一个大馅饼 动一下给你一个大陷阱 她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她的职业 她的职业是抢劫吗 我们修改了一下 这是你改的 你们改的什么呀 我 我也不清楚 其他条管没问题 我们可以商量 但是这条不合理 必须要删掉 那就不必谈了 你们起诉任晓妮 要求索赔五百万 并且为例道歉 可是你提的条件 也是让我们支付五百万 并且为例道歉 那么还有什么和解的必要呢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官司输了 结果也是一样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我们打官司 法院支持我们 那我们就会拿到 五百万的赔偿金 但是如果和解 按照你们起草的和解协议 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个 首席设计师的职位而已 年薪过百万的职位 是税前 而且还要完成业绩 才有可能拿得到 那也总比你们输了官司 一无所获好吧 我们不怕打官司 反正我们又没有并购计划 让我们好好算一下 到底谁的损失比较大呢 一个好几十亿的并购计划 总不能被一个 旷日持久的小官司 给搅黄啊 他们聊什么呢 我来给你普及一下 什么叫敲诈勒索罪 选择在公司并购 或者融资时期 提起恶意诉讼 用要挟的手段 迫使公司交出财物 符合敲诈勒索的罪名特征 所以 不要聪明犯被聪明误误 但是我们是正常诉讼啊 因为我们在提出诉讼的时候 并不知道你们有并购计划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就刚刚 你别想套我的话 我告诉你 我会读新书 我从你的表情里面 读出了你的内心 你通过我的表情 读到我的内心 又变购两个字 那请你再重新读一读 看看我的内心里面 是不是有双赢两个字 怎么双赢 我们同意五百万 但是你们要撤诉 并且保证永远不以 同一理由起诉 我们各退一步 互相量的 同时 我在为你附送上一份 工作的机会 我们不退 半步都不退 你是不是跟你的当事人 商量一下 不用了 我们也不和解 法院见吧 请问你们谁说了算 我是律师 我说了算 这份协议在我们下方 下班之前都有效 我们的下班时间是 晚上六点半 我的眼子咬你手掺我好不好 不是 现在什么情况 是谈不落吗 你别给我呀 我也看不懂我听你们呢 我觉得 算双赢吧 找在这里 我看不懂我 大家聊天 我看不懂我 这份协议在 怎么都会有费帆 下班 不换 我们这次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